我们接着继续来看等于第1类已经完了 然后上个礼拜讲到第2类的第204 所以今天的话我们接着来看那个206 所以往下找到206这一题 那206这一题基本上当然也是属于比较简单的 所以上面是显示是E 那这一题里面到底要有哪一些比较重要的点 那第一题适者运算 那所谓适者运算应该是加减乘除 那可是问题你要怎么知道是加减乘除 所以它题目里面的话 我稍微把它放大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其实可以先看一下参考范例 参考范例里面就是 如果我今天执行这个Java檔 后面的话必须要传给他需要的东西 比如说85加上34 但是特别注意中间一定要加空白 所以像这个地方加34中间没空白 它就会显示什么 引述格式不对 请使用如下格式 就是一定是你要计算的中间一定要加空白 比如说1加上2等于多少 那你要把最后的结果帮他加出来 显示在最后的结果里面 也就是我最后输出是什么 要必须接收 接收到他给我的总共三个参数 1 2 3 比如说哪个数字 那你要用哪一种试着运算 是加减乘除 然后另外一个数字 最后把结果给显示出来 显示的话 还要再把那个你带进来的东西 最后加一个等号 把结果给输出 不过看起来 这个输出的这个尺 的资料形态 应该如果这样看起来 应该是要有小数点才对 OK 那其他的话呢 除数不为0 这个也要显示 所以你要判断 如果它是除的时候 要去判断是不是为0 那如果不为0的话 当然也会显示除数不为0 那乘的话这边也是一样 OK 那乘的话是 如果假设多一个这个也不对 所以比较正确的是这个 那也就是说 给两个数字 加上它的试着运算 那这个部分呢 要怎么做 那请各位先把题目了解一下 那并且 一样啦 将来你们考试的时候呢 将来就是Eclipse打开 New一个Project 因为我这边又还原 又重来一次 所以你就TQC 的一个什么呢 一个那个 TQC的Java 然后先建一个 一个Project 然后按右键 也是一样 New一个什么 New一个这个class 那这个class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就是 叫JVD 206好了 OK 206 那当然 未来因为你们不考证照的话 期末考试 至于怎么考 可能你要把题目看清楚 它到底那个 它的名称 class名称叫什么啦 也许它有规定 你就稍微自己改一下 像那个 我们这个考试 应该叫JVA02 第一类是01 那因为抽两题嘛 不可能重复 可是我们列习的时候会 因为一类会有很多题 可能会重复 所以我们改 改一个名称 206 好 那这边的话呢 记得这个 这个Public Static Void Man 这个要建议打勾啦 因为打勾之后 你就不需要再打这一行了 那一样 它会从外部传入参数 所以刚刚 我们试着运算后面 假设传了三个东西过来的话 它会帮你丢到一个 自传阵列里面 并且帮你把它放在这里面 那只要那个 刮五里面的零 就是代表第一个 第一个 也许是数字 一的话 就是它运算 第三个 就是二的话呢 那就是第二个数字 好 那当然从这边可以传进 我们要finish一下 OK 那各位可以看到 JVD206 那我们待会的话 这一题 就从这边开始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基本上 题目部分呢 其实蛮单纯的 大概就做这些 那至于细节部分 它有提到 它说 分别运算源 运算子 运算源 OK 然后其他的话 三个引数经过 必须把结果列出来 若 两个运算源为整数的话 那 取到小数点的第一位 所以这边有提到 取到小数点 如果不为整数的话 那就取到 则 什么 小数点位数 运算到小数点 最多 也就是说 它如果有小数点 你就不要舍弃它 就是没有用run的 就是不用 四捨五入 那如果证实发生 说要 要把对应的 那个讯息 显示出来 OK 那请各位 先把206题的部分呢 先稍微 了解一下 那待会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题目 要怎么解 那 基本上 当然你就必须 把这三个引数 或者多个引数 接收到之后 可能需要做一些判断 如果说它里面的东西没有错误的话 那你就分别去把它做处理 那再输出 我想这一题应该就可以解出来 然后这个题目 那第二个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 就是说 那这个class建立起来之后 有哪些逻辑需要 你需要注意 第一个当然 假如说它填的资料 那因为我要知道说 它到底填了几个 那第一件的事情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 它到底填的是不是 应该要有两个运算源 一个运算值 所以加起来 这个自算的长度 就是 所谓的那个自算的 正列的长度呢 应该是三 也就是说呢 它如果自算长度呢 不为三 可能是小于三 或者是大于三 比如说它两个 像这个地方 它串在一起 变成两个 那这个就不对了 就是也就不对 或者是多一个也不对 少一个也不对 一定要是三个 所以呢 我们在撰写 那个程式逻辑的话 第一件事情 你就要包在最外面 那我需要怎么做 第一个的话呢 那我要第一件事情 也许你这个中间部分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那第一个就是说呢 我们要先判断什么 if 这个ax 就是它给我的这个 自算的长度 点lex 所以呢 你这个地方 可以利用引述的这个lex 长度 它是否为三 当成是判断的一个依据 那这边的当然 我如果不等于三的话 那显示出来了 就是把在他给我的题目档里面 这一串 引述格式不对斗点 经使用如下格式 那把这个显示出来 所以我把这边呢 也做出来 实际上就是这一串 那也就是说我将来呢 我给他的那个runs 这边 有一个runs的这个 知情的这个相关的设定里面 那有个arguments 假如说我今天给的那个是 什么 加34的话 假如说呢 那应该这边有个空白了 可是我没有加空白 变两个的话 那你可以把它run run之后的话呢 这个地方会出现什么 引述格式不对 请使用格式如下 那也就是照那个题目档里面要的 所以第一个 那如果不是为三个 一定要是三个 一定是两个 头跟尾是运算语 中间运算词 OK好 那反之的话 这边有个else 对不对 中间的部分的话 当然就是 我们再来第二阶段的 做判断 所以else 其实中间这一段的话 那我们假设是空的 所以应该可以看得懂吧 一副 里面逻辑判断 瓜胡做什么事 就做 假设他如果不是三的话 就直接输出 那再来的话 就是说如果他是三个 那三个之后 你要做什么判断呢 那如果是三个 那当然接下来就是 进到里面去算什么 加还是减 还是乘 还是除 OK 所以那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 加点乘除之外 还有他给的一个符号 比如说给了一个什么A 或者给了什么 反正他不是加 也不是减 也不是乘 就是除了加点乘除以外的这个符号 那我们都把它视为什么不合法 一样会要显示出 引述格式不正确 请使用如下格式 反正这个再跑一次就对了 那这个部分的话 要怎么做 那当然我们这个地方 可以做一些逻辑判断 逻辑判断的话呢 也就是在ELS里面呢 我再起一个 多重的逻辑判断 那一般的话呢 我的多级逻辑判断一定是IF 第二个ELSIF 第三个再是ELSIF 反正意思ELSIF下去就对了 那最后的话呢 才是ELS反之 所以也就是在那个IF里面 再多ELSIF 反正如果你将来有很多很多逻辑判断的话 我是习惯用ELSIF 反正一直ELSIF下去就对了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那第一个就是ELSIF 我的那个假如第一个 如果要找到的是我的参数里面的第二个字的话 那第二个字我刚刚讲过了 因为后面呢 进来的第一个一定是零 第二个的话呢一定是一 然后第三个的话呢一定是二 那我如果说要得到的是中间这一个 那我就用ARGS ARGS 里面的什么呢 瓜糊一啦 表示说它这个地方呢 中间那个运算值是不是等于 那是不是等于的话 因为是字串比对 不能用等于等于 OK 不能用等于等于 这个是做那个整数或者是浮点的运计算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比对的话 记得用什么 点Ecos 像这个地方当然Equilibus都很聪明啊 你就点下去它会有Ecos吧 那当然也有Ignose Case 前面好像我们在2010里面 有用过这一个Ignose Case 不过这里不需要比 反正这个没有大了解的问题 所以Ignose Ignose Ignose 然后呢 这个地方的话比对什么呢 就是跟那个加号比对 所以呢 你这边的话呢 就是给个加号 跟这个加号做比对 也就是它这个参数里面呢 如果是加号的话 我做什么事情 那就把 第一个参数跟第二个参数 给加起来就可以了 再把它丢给Answer 所以呢 上面我会产生三个变数 一个变数是Answer Answer的话呢 就是说我的结果 那特别注意啊 因为题目里面有提到小数点 所以呢 你宣告的时候 一定要宣告为Double 你不能用宣告为Int 因为你如果Int整数的话 回来 它的小数点就自动帮你拿掉 就不对了 那当然你进来的东西 也有可能有小数点 所以我们会宣告 就是总共三个都是Double 那Double预设值的话 那我这边给个0 给个0 OK 那预设值 当然这个地方 这个也可以拿掉 这个好像预设给2 你可以把它改为0 你可以把它改为0 但这个地方的话呢 那我可以给它预设 然后呢 再利用转型的方法 这个地方的话呢 利用Double点 PathDouble 把0跟2 就是第一个运算元 跟第二个运算元 把它分别结 就是把它抓出来 并且强着转型 OK 那转型过来之后的话呢 那因为它过来的是一个字串 转型之后放在NN1里面 然后呢 再去判断第二个参数 是不是自加的话 那把它加 减的话就减了 我想第一跟第二 比较没什么问题 那第三个除的话 成的话也没问题 除的话比较麻烦 怎么说呢 除的部分的话 各位可以看题目了 除的部分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除以0 特别注意喔 不能是除以0 也就是说如果刚好 它后面的那个参数 最后面那个参数是0的话 那它显示出什么 不为0 所以要判断一下 如果N1它等于0的话 那要显示出什么 除数不得为0 OK 然后return一下 就是返还没东西 然后反之的话才是除 所以这边会多出一个什么 这个逻辑判断 判断以下 因为这题目里面有特别提到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来试一下 也就是说我在这个run之前 先把它装个这个设定 然后呢 假设说我变成85除以空1格0 诶 这个条件刚好满足 这边的话 那我们来试一下 run一下 你会看一下 那应该要显示出什么 后面的结果 除数不得为0 因为如果说它丢一个0进来 假设你没有筛选到的话 那就会产生出 这边会显示出什么 除数不得为0 也就是说它跑进来了 诶 加点这个三个没错了 然后进到这边来 进到这边来之后的话 它第二 这个中间的这个2 是除的话 就跑到这边来 然后刚好它里面是0 诶 那就跑这边 OK 所以大概加减乘除完 那反之加减乘除 else if else if 那反之的话呢 它不是加减乘除 那一定是有问题的 所以如果说 除了加减乘除之外的话 这边会显示出什么 请使用加减乘除的其中 一种运算符号 那这个当然在我们说明的 这里面 也有提到 他说如果引述 就是说不是运算值 不是加减乘除 你要显示出来 所以这边它有一个相关错误符号 我这边是没有特别的画面 显示出来 所以这个我就制定一下 就是请使用加减符号的其中 就是一个符号 我把它显示出来 OK 然后最后的话呢 把这个结果给print出去 那因为题目要求就是说 如果你假如说有小数点的话 是要取到第一位 反之的话就是把它全部的都显示出来 所以最后呢 我用一个printf printf的话设定一个格式 也就是输出的话 假设它有小数点的话 就取到它应该取的位置 OK 那请各位稍微先把这一题 里面的部分了解一下 那我有把那个参考的这个 刚打的原始码 也把它放在云端上 你可以在我们的这个题目里面 一样我是把它放在云端白板里面 你可以找一下 云端白板里面 这边就有一个TQC Java的这个 source 你可以里面稍微找一下 来画面先画给各位